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设计思考入门课程 在这一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 如何可以有效地在测试当中收集回馈 在我们过去的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在进到设计思考的第五个步骤 测试的时候 很多时候学生都会问说 我到底可以怎么样有效地收集回馈 那很多人他会不知道可以用哪些方法 在这边我们会介绍两种 我们很常在台大创新设计学所使用的架构 第一个架构我们叫它回馈捕捉格 那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画面上的这张图 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张图上面 它主要有四个象限 那四个象限分别有四个不同的符号 在这一象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象限有三角形 第二象限有正字号 第三象限有问号 第一次象限有一个灯袍 它们分别代表的意思是 在我们的第一象限这个三角形 代表的是有建设性的回馈 所以我们在假如说收集的回馈是 相关是例如说哪边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是很有建设性的 就可以把这个回馈放到这个象限 那正字号的话是这个测试者他特别喜欢的 所以假如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 测试者有表达说 对于这个圆形它非常满意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到第二象限 问号的这一个象限 基本上是收集者他在过程当中有提出的任何问题 据来讲可能是有某个APP的圆形 那收集者在使用的时候 他提了说 这个钮是怎么按 或者说这个再往下一页要怎么做 等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到我们的第三象限 那最后的第四象限 这个灯泡的样子 就是我们所谓新的点子 假如在我们的圆形测试的过程当中 或者圆形测试结束后 收集者他有提出任何的新的想法 或者回馈给予我们的团队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第四象限 右下角这个象限 那我们在实际上如何操作这个回馈捕捉格呢 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通常会先拿一张大的白纸 然后在这个大的白纸上面画一个十字 分出这四个象限 那接下来在这四个象限当中 分别填入我们上面的这四个不同的点 就包含我们的三角形 正字号 我们的问号 我们的灯泡 那第三步骤的话 就是实际的收集回馈 然后把这些回馈填到这四个象限当中 在使用这一个回馈捕捉格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在两个时机使用 第一个是即时性的捕捉这个回馈 这什么意思 是我们在让我们的受测者 实际操作原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捕捉回馈了 举例来说 假如在原型操作的过程 这个使用者 受测者他就问说 这边怎么操作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记录下来 把它贴到我们的左下角这个区块 又或者是 在我们的原型测试过程当中 使用者抱怨说 这个怎么这么难用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记录到我们的第一项线当中 切记我们在记录这些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脉络 因为我们过去的交捉经验当中 很常是我们记录完这些回馈的时候 回头看发现 这个是刚刚使用者在讲哪部分 可能假如没有把脉络记下来的话 事后回顾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 脉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记 举例来讲的是 我们可以记说 使用者他在点击APP的主页面的时候 主页面这时候就是一个脉络 那他问了这个问题 就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说我们即时性的在受测者 使用原型的时候 就可以记录这些回馈 我们也在事后的访谈 也可以来捕捉这些回馈 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者操作完原型中 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访谈使用者 可能会问说 刚刚在操作原型的过程当中 你有特别喜欢原型的哪个部分 那或者是可以问说 刚刚在原型操作的时候 有哪边是你觉得可以改进 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我们在这个事后的访谈 一样跟我们在讲同意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层 所以假如说使用者说 我喜欢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的团队成员进一步要问的是 这个点的什么元素 或者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点 我们要进一步的把这些深层的回复 这些回馈也捕捉下来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回馈捕捉格 可以实际使用的时机 除了说回馈捕捉格 这个四个向线的这个架构之外 我们在台大创新设计学院 也很常使用 I like I wish的这个架构 这是一个更简单的 只有两个维度的架构 那这个I like I wish也非常直观 I like就是请这个受策者 他分享他喜欢的部分 那I wish的话就是刚刚相对应的 是他希望哪边可以做得更好 也就是是建设性回馈的部分 那这边特别要去提醒大家的是 在索取I wish的回馈的时候 尽量可以使用者分享一些 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回馈 而不是单纯的抱怨说 哪个做得不好 因为假如收集到的回馈是非常单纯的抱怨 或者是很抽象的话 那对我们后续要去叠在我们的原型 相对起来效率会比较没有这么大 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I like I wish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除了说 收集使用者的回馈 我们还有一个延伸的用途 这边特别要讲一下 是在团队的合作 团队协作的时候 我们也很常会使用I like I wish 这个架构 这举例来讲 在我们台大创新设计学院的课程的结束之后 我们通常会有整个班级的 I like I wish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通常会做的事情是 所有修课的学生做成一圈 那大家就可以在这时候分享说 在课程上完之后 大家有哪边是他喜欢的 他就可以分享他的I like 或者是哪边是他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他可以分享I wish 那么除了像这个场合可以使用之外 我们很常在小组团队 或者说专案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简短的I like I wish 例如说在每周的专案讨论的结束之后 我们也可以有快速的10分钟 大家分享 在这一周当中 不论是团队协作之间 或者是我们的专案进展之间 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的I like I wish 在这边也可以建议大家是 我们在操作这个I like I wish的回馈收集 不论是跟使用者收集 或者是团队之间收集 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柔和的背景音乐 那这音乐也不用开太大声 这时候我们希望是可以塑造出一种 让大家能够放松 能够尽情地去分享回馈的这一个氛围 那最后的话 我们也非常鼓励在我们使用I like I wish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延伸别人的分享 举例来讲 在团队小组之间的分享I like I wish的时候 只要某个人分享他喜欢某个点 那有另外的成因 有类似的想法或是类似的感受 他也可以在这时候延伸去分享他的观点 那这样子对于我们团队之间在收集回馈 可以变得更加的有深度 以上是我们收集回馈具体上来可以使用的架构 但在收集回馈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用被局限在这两个架构当中 只是假如说你在收集回馈一开始没有方向 不知道可以收集哪些回馈的时候 我们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回馈捕捉物的四个象限 又或者可以使用I like I wish这两个维度 看完了这支影片 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